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花莲青年安心住宅7栋809户 预计在今年的年底可以完工 而为了方便民众实地的看屋 花莲县政府特别成立了服务中心 23号上午正式接牌营运 而未来会开放成购户 依照抽签的序号来选屋 县长徐正伟表示 这是继花莲银法乐园 儿童天堂后的第三块拼图 花莲县政府团队 就是要让青年有房有地 青年可以安心地成家 率全国知先利的花莲县卖断市青年 安心住宅7栋809户 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完工 县政府以每户新台币250万元的价格 吸引了许多符合条件的乡亲申请成购 而为了让方便成购户实地看屋 县政府成立了服务中心 而3号上午正式接牌营运 县长徐正伟表示 虽然安心住宅新建是一波三折 不过这也是花莲县计 花莲银法乐园 儿童天堂乐园后的第三块拼图 请成败 安身立命逐梦幸福花莲青年 安心成家实现居住正义 青年落地生根 我想这是全国唯一支付正义 唯一有房有地而且买断市人 一户250万从傅坤崎县长开始推动 到耳后的一波三折 到去年1月份 我们再度让它复工 而今年年底即将来完工交务 花莲县政府把这个新城的最黄金的预断提供出来 给我们的花莲的青年在地的青年 能够有能力 而且希望打造成花莲市青年圆梦的地方 从99年开始 扑崙县长就希望把花莲打造成 银法的乐园 儿童的天堂 年轻人逐梦踏实的梦想基点 而这是第三块的拼图 终于在今年年底我们会让它完成 而4月月初 承购户也刚完成了选屋序号的抽签 县府委托成板建商从23号开始 每天安排20组民众实地勘屋 4月23就是今天开始 10点以后 依着我们就有让他们来看屋 来选屋的这样动作 那预计在5月9号10号开始的10天当中 我们要陆陆续续来做签约的动作 那签约第一次的梯次是1到200组 那接着201到400组是另外在安排的时间 那我们就是说这个欢迎大家如果说在来签约之前 也可以来网站上浏览相关的选屋的指南 还有应该注意的事项 花联青年安心住宅已卖断市出售住宅600户 每户250万元 店面100户 每户320万元 住宅部分共分6种房型 已缴纳定金者共计579户 启动青年住宅 预计11月底全部完工 明年4月底就可以交屋 记者刘明胜 花联市采访报导